香港社会因为仿修力引发的一连串风波 已经持续四个月 今天再有民众响应号召 在五个地区发起了快闪游行 他们不但要求港府正式五大诉求 也更要警队为多个月来的执法争议负上责任 游行队伍从下午一点钟开始 分别在中环 尖沙嘴 关堂 一只脚 以及魁方五个地方同步进行 不少上班族以及学生加入了示威的行列 有的地区反应热夜游行的人数突破千人 他们除了高喊五大诉求缺一不可之外 游行群众也高呼解散警队刻不容怀 队友中还有一幅行眼的剧情固调 印有市民蒙面 林郑蒙心的字眼 控诉特首林郑月娥从不聆听市民的诉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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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,订阅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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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